七十一,新報《機惡遊戲終極》一擊珍妮花羅倫斯為自由而戰 2015年7月11日愛與拼盤 《Q-14》吻合《機惡遊戲終極篇》 《自由幻夢》將於11月20日北美上映 前日,珍妮花羅倫斯 早書黑字信 George Hutchison 呂安咸斯和福利安·佳斯特等人亮相2015 Comic Con,並發佈全場預告 以及同時發佈一款名為Stand with Us 的病毒視頻 呼籲粉絲為自由而戰,電影曝光的首款全場預告 節奏緊湊、充斥喬友 的戰爭場景 導演法蘭西斯羅倫斯 Francis Lawrence 談及員的編時表示 以戰爭為中編因 海尼斯 的動作氣氛會增多 如果你喜歡雪中的結尾,那麼你一定會愛上電影中的結尾 珍妮花羅倫斯回古基惡遊戲系列時,表示 很難說出我最喜歡哪個的經典時刻,電影未上映 具體細節我不能說,Viller Shields則認為 海尼斯說出我自願成為製品的哪個時刻是他最愛 分享扮演各式早書《克志信》和呂安咸斯和夫也分享在片各自扮演各式中的命運 早書《克志信》說,比德正努力讓自己回到珍貴,但是傳遇的路還很長 至於呂安咸斯和夫扮演的蓋爾則在終極編中成為組織反抗軍公 含斯為國的靈魂人物,幻打翠雪,蓋爾與比德之間的化學反應很強烈 說不定他們會接吻,永遠活在心中最後 珍妮花要向海尼斯這個角色告別時,她表示 我永遠不會對她說再見,我覺得她會永遠活在我心中 溫和報導。